Hio大家好我是Yuna 今天呢是六月的最後一支影片 就這樣不知不覺六月就這樣過完了 然後我也待在家裡面超過了一個月 大概一個月又多個幾天這樣 沒有什麼太大的跟之前感覺還是一樣 就我前面一開始第一支宅日記有時候我是一個宅女 所以我待在家裡面沒有感到說非常的焦慮 或是不安或是很想出去之類的 就大家在家裡面過的就是很 很每天都很好玩這樣 也不是很好玩就是想放鬆之後放鬆 然後想要努力剪片拍片企劃的時候 就是時間很自由 我現在目前就其實也沒有特別講 就是一邊找新的工作 然後一邊經營頻道 但我現在目前覺得經營頻道可能是我比較放在首位的 第一順位的事情 不要講那麼凌重 我現在來開箱一個小東西 這是這個 這是BTS八週年的應援 然後我有跟一個粉絲專業跟到 然後他是叫沙莉 他叫沙莉然後他有幫忙做代購 我有跟他買過東西 然後目前 目前目前還在等 目前還在等 再看一下裡面有什麼 像我說我之後 就是年末的企劃就是每個訂閱者都有 所以呢我現在就很積極的在看一些網路上面 人家做的應援是怎麼做的 然後有些例如說像這樣這種應援的這種 他裡面有一個明信片 然後他是雙面的 好可愛喔 然後還有小卡跟貼紙 好可愛的 然後因為這個專業 粉絲專業是 他是特別在安利就是致敏 所以呢就是比較 就是這個小卡的部分就是致敏個人的小卡 然後這張是一個貼紙 我記得這是一個貼紙 好可愛喔 而且他是雷射的 好 好 快想開順便開到這個 就是想徵求大家的意見 就是大家對於就是我說的年末企劃 就是每個訂閱者都有 就是你只要訂閱就有的禮物 會比較希望是明信片啊 貼紙小卡 或是其他一些應援周邊 例如說透散啊 或是鑰匙圈之類的 就是大家的意願是什麼 然後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說 就越多人 就是越多人想要的東西 我覺得朝那個方向去做 大家才會頂到這個 這個企劃應援的東西的時候才會比較開心這樣 或是什麼你們可能會想要 例如說悠悠卡 類似這種比較生活貼近的東西啊 或是小圓鏡啊那種 就是都可以在底下跟我說 那應援的部分的話就是除了他們照片 照片部分一定是不會拿翻拍 因為翻拍有就是 就是會有整理 所以一定都是拿官方的圖片 或是甚至是我自己畫的一些圖片這樣 就之後會給大家選 所以趕快招募你的阿咪好朋友們一起 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在這邊也要謝謝大家 就是這 就是今年六月我開始 認真在經營頻道之後 真的就是 那個訂閱數真的有變比較多 他有幾支影片的 就是反應沒有很好 我自己也知道 因為我也知道有些影片就是 就是真的沒有什麼題材 然後比較偏向個人化的東西的時候 大家看音樂本來就不會比較高 所以我也不會太氣餒或什麼 在數字上面 就是像我 我也有說過我拍片的企劃 通常都是一個強的一個弱的 一個強的一個弱的 就是這樣搭配在一起 一個搭配性這樣 所以我心臟比較瘦得掉 沒有 因為我也知道如果一直拍弱的影片 或弱的企劃的話 就是大家會看的音樂本來就會比較低 沒錯 這這這這這 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我都能理解 他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 被數字綁架的那種感覺 因為其實我也沒有真的在引力或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數字方面對我來說還好 就是有點像一個成就 就是看那數字都有網上 然後都有綠色的話 我就會覺得很安心 就是代表我這支影片做的算不錯 或是算這影片做出來是 大家比較願意看的那種感覺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講一下七月的計畫 那七月的話我就不會像六月一樣 每隔一天這樣上片 因為其實說實在話 就是就像我說 我在大家家裡面沒什麼特別的題材 然後如果我可能想要題材 要拍片的話就會很花錢 對 那原則上七月的話是每個禮拜五都會發一片 大家可以也可以在留言下面跟我說一下 你們比較喜歡收看的時間 例如說晚上啊下午啊或是白天 因為目前我發片都是發下午或是晚上 自己看是下午發片的話 看的人會比較多 所以晚上 像就是下午或晚上你們可以選一下 然後還有一個是 我打算也是固定是禮拜六或禮拜天一個時段來開直播 然後大家也是在以下留言 可以跟我說你們比較可以的時段 因為我知道因為放暑假 所以大家可能 我也不知道放暑假你們還要不要 例如說線上的教學那些輔導課之類的 還是就是可以好好的放暑假 然後七月的話就會有比較多關於BTS的開箱 因為就是都在都在來的路上 所以七月的話就是變成是 禮拜五就像我說 禮拜五固定會發片 然後我一個禮拜原則上就是會發兩到三支片 題材的部分的話 宅日記一樣會繼續 但宅日記就會變成是 我會選可能一個禮拜裡面 我比較有趣的一天 或是比較不一樣的一天來做搭配 所以原則上的話每個禮拜就會有一支宅日記 一個宅日記跟一個開箱影片 大概是這樣 有點不捨的欸 六月就要這樣過去了 然後感覺就說沒事也不是真的沒事 那說真的有很多事情要做 其實也沒那麼久 就是過得有點還行的那種概念 然後我自己是這個月過得蠻開心的 就是因為我一直很專注在我頻道上面 或是想一些企劃 所以我覺得還蠻充實 然後七月我還想要就是可能 疫情方面如果沒辦法那麼快的解除囉 解禁的話我應該會去上一些線上課程 譬如說韓文課吧 韓文繼續學好 然後去考韓文檢定這樣 應該是我今年的目標 還有什麼事要說嗎 我想一下 彩妝影片的部分的話也會有 然後之後彩妝影片的話就會 一定會有試色或是教學這樣 就是不會是只有簡單的開箱 除非我收到一床阿拉伯 然後放在宅日記裡面的時候 我才會變成是簡單的小開箱 然後彩妝影片之後就是會獨立出來 沒錯 大概是以這三個原則 所以每個禮拜大概兩三支片的話 類型就是宅日記 然後K-pop的 就是例如說BTS的開箱 然後再來就是彩妝影片 大概兩個 就是一個禮拜的企劃大概就是這樣 那今天影片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訂閱 按讚 分享 還有開啟小鈴鐺 期待我們下次見 安妞 大家記得要在底下留言喔 這樣我比較知道大家就是 喜歡的類別是哪一項 然後比較好去做一些取捨 掰掰